他是火影终极少数没有血统的顶级强者 体数实力被颁评为人界最强 最初的麦特凯像是一个搞笑角色 每当他出场时都能带来笑点 但进入疾风传之后他的设定有了极大转变 虽然身上依然有一些笑点 但他也成为了火影中最具安全感的角色 麦特凯每次出场都能给人带来这下稳了的安心感 麦特凯的修行之路并不顺利 他幼年时天赋很差 甚至都没能考入忍者学校 忍者学校首次放岛时 他坐在爸爸的肩膀上一遍遍地寻找的名字 仿佛多找几遍之后自己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榜单上 但他并没有气馁 可惜他天生不擅长换术和忍术 就算进了忍者学校也只能当掉车尾 于是他打算像父亲一样靠体树闯出一片天 可惜他的父亲也只是经常被人嘲笑的外面下人 看着父亲被其他人羞辱还想要为他出气 但压根没有这个能力 反而被对方一顿暴走 幸好卡卡西突然路过 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欧打凯的忍者 卡卡西就如同光一样吸引了他 他私自将卡卡西是做自己一生的对手 在这个时期 几乎没有任何人会相信愚笨的阿凯有资格成为木叶天才卡卡西的对手 更不会有人相信他能在日后追上甚至胜过卡卡西 只有两个人相信阿凯身上的可能性 一个是凯的父亲麦特戴 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木叶白牙齐木说帽 在说帽的提醒下 卡卡西将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凯并开始关注对方 或许是三代目看到了阿凯那永不言弃的精神 也可能是六道仙人怜悯麦特凯 忍者学校的候补名单中 这意味着他得到了进入忍者学校的资格 终于得到了成为忍者的机会 凯在进入忍者学校后开始魔鬼般的体术训练 每当卡卡西从凯身边经过时 他都会受到来自劲敌的压力 这激励凯家被努力早日超越目标 凯一心觉得自己能用努力填补天赋上的差距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修行中的卡卡西 此时他才知道卡卡西与他一样努力 可怕的不是对手天赋比你高 而是对手不仅天赋高而且更努力 但阿凯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他不仅继续努力 还在父亲的鼓励下向卡卡西发起挑战 通过卡卡西的陪练 凯的体术进步神速 早已超越了父亲 凯顺利通过毕业考试成为一名合格的下人 还在中人考试中两次击败出身与制波异族的带怼 虽然最终输给了卡卡西 但凯之后还是成功晋升中人 随着凯实力的提升 他开始质疑自己父亲的做法不够青春热血 当他开始执行护送情报等需要战斗的任务时 老爸麦特戴依然只能肝脏猫 除草这类简单的地级任务 由于戴实力太差甚至被队伍踢了出去 但为了留在队伍中 甚至下跪请求队友们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凯看着爸爸的丑态非常难过 觉得父亲不像一个合格的人者 但卡卡西却不这么认为 卡卡西觉得戴是最帅的人者 不得不说卡卡西的眼光比凯更准 因为戴并不像他表现的那么弱小 他还掌握一门秘书 只是由于自我约束而一直没有使用 直到他准备将此术传授给凯时 凯才知道父亲其实非常强大 戴苦苦修行20年才掌握了八门盾甲之阵 此术是忍接最顶尖的体术 通过解开体内穴道的方式获得爆发性的力量 每开启一扇门都能获得数倍的力量 但这份力量是有代价的 获得的力量越强副作用越大 开启第八门的副作用最为严重 施术者需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再将此术传授给凯时 麦特带叮嘱凯一定要自我约束 只有在保护重要之人的时候才能使用这一招 但凯的小队运气很差 在第三次忍接大战的时候 他们居然碰到了物影村的忍刀七人众 此时忍刀七人众已经领养忍剑 这些精英上人不仅实力强大 而且个个都是冷血杀手 是物影村中最可怕的敌人 就在凯面临绝望之时 一道闪着绿光的身影挡在了他们面前 凯发现来人居然是自己的父亲 并且想要帮凯小队断后 凯觉得戴不是敌人的对手 劝戴赶快逃跑 但戴表示现在到了解开约束的时机 他要使用八门盾甲之阵 戴为了保护自己孩子而燃烧了青春 燃烧了自己的生命 将忍刀七人众打成了忍刀三人众 父亲牺牲后 凯对忍者二字有了更深的感动 明白了忍者的真正命 守护自己最重要东西是不惧死亡 即便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也心甘情愿 就像自来也曾说的那样 忍者的价值有死亡决定 失去父亲的凯并不孤独 此时他已经有了很多朋友与同伴 在父亲的影响下 他养成了开朗爽快的性格 与同届的人者相处得非常融洽 唯有卡卡西是个例外 自从临死在卡卡西手中之后 他的内心就有了心魔 整日活在黑暗之中 不愿意与他人交流 水门为了将卡卡西从困境中拉出 提出让卡卡西加入暗部 凯知道这件事后 想要陪卡卡西一起进入暗部 但不论是原非日展还是至村团葬 都不同意让凯加入暗部 因为凯内心不够黑暗 并不适合进入暗部 凯起初并不理解日展和团葬 为什么会拒绝他加入暗部 直到他看见了卡卡西执行任务时的样子 才理解日展的好 他不可能像卡卡西和又那样 毫无感情地杀掉班绕中 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卡卡西 他仍然在努力拯救自己的朋友兼对手 为了将卡卡西从黑暗中拉出 他和阿司马还有红三人一同 请求日展让卡卡西离开暗部 希望日展指派卡卡西去负责教导 他们觉得卡卡西有了学生之后会从黑暗中走出 但卡卡西并没有因为身份的转变而改变心态 他对刚毕业的下人异常严苛 将他们全部赶回了忍者学校 直至遇到了特殊的第七班后 卡卡西才接纳了这些学生们 而凯也组建了第三班 在他的学生中既有新生代天才宁次 也有愚笨的小李 还有活泼可爱的天天 其中最受凯关注的是小李 因为小李的先天条件比凯还要差 他甚至完全无法使用忍术和换术 只能练习体术 靠着努力来弥补自己与天才间的差距 在这一刻凯找到了自己的人道 将李洛克培养成顶尖的人者 在凯的教育下 小李也学会了阿凯的八门盾甲 成为了优秀的体术忍者 实力超越了被誉为天才的语之波佐助 在中人考试前 小李向佐助挑战并获得胜利 但由于他想要使用秘术而被忍归训斥 阿凯登场后也非常生气 狠狠揍了小李一拳后两人相拥而起 佐助原本并不相信这平平无奇的 粗眉毛老师有不输卡卡西的事 而凯只是展现了一下自己的速度 就让佐助心服口服 中人考试开始后 第三班轻松过了第二轮考试 但在预选赛中小李遇到了最强下人我爱罗 为了击败敌人 小李不仅解开了身上的负重 还开启了八门盾甲 这是他本想用来对付宁次的招式 就连卡卡西都认为凯做得有些过分 可我爱罗同样强大 他熬过了小李的一连串攻击后获得胜利 赢了他还不愿停手 想要用沙子直接杀死小李 凯无法容忍我爱罗杀人 他即使挡在小李身前 用自己的拳头将沙子打散 他可以接受小李战败 但不能接受小李战死 因为他的忍道就是将小李培养成顶尖的人者 可小李的伤实在太重 木叶中的医疗人者对此无能为力 凯的心也坠入深渊 但中人考试中发生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三代木火影为了保护村子而牺牲 与之波又得知此事后 为了确认弟弟的安全而前回木叶 他与鬼娇和木叶上人们发生战斗 就在他用阅读轻松秒杀了塔塔西之时 凯及时救场 木叶的苍蓝猛兽以一己之力挡下了敌人 由于他常年和拥有血轮眼的塔塔西对战 因此练就了通过看敌方的脚来判断行动轨迹的办法 又带着鬼娇撤退 大概是他不想早早地失去鬼娇这个同伴吧 又并未直接离开木叶 他还想要见弟弟面 当自来也就下明远佐助后 凯再度姗姗来迟 由于他忘记携带镜子 通过故威物将自来也看成敌人 用动感前奏曲踢飞了自来也 在自来也大人面前凯只能一边解释一边道歉 因为此时的木叶状况实在太差 预展牺牲卡卡西昏迷 凯内心焦急才这么急躁 当他听说自来也要将刚手找回来时 他非常兴奋 因为刚手回村之后不仅能治好卡卡西和佐助 还能治好小李的伤势 离别前凯将自己的紧身符送给了明远 也许是因为两人在幼年时同为吊车尾 凯非常喜欢明远这样有毅力的人者 甚至想和小李明远组成紧身符三人组 可惜自来也嫌弃紧身符太丑 不同意明远穿着紧身符修行 因为这会影响他撩妹时的形象 导致凯的梦想破灭 凯在期盼中等回了刚手 他急忙带着刚手大人去给小李治疗 当听到刚手说小李不能再当忍者时 上一秒还很尊敬刚手的凯立刻变脸 怒骂刚手是个冒牌货 真正的刚手大人一定能治好小李 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自欺欺人 眼前的女忍者已经治好了佐助和卡卡西 他就是刚手本人无误 不过刚手表示治疗小李并非完全没有希望 只是手术的风险实在太高 只有50%的成功率 一旦手术失败小李就会死 在死亡面前小李犹豫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冒着生命危险去做手术 凯对小李说 如果手术失败 我陪你一起死 从遇到你开始 我的忍道就是将你培养成伟大的人者 刚手也被师徒俩的热血打动 拼命阅读各种医书提升了手术成功率 最终小李的手术成功 他带着凯的梦想与凯一同继续燃烧青春 三年后 刚手派遣卡卡西班救援封引后 他的彩票居然中了头奖 他立刻意识到卡卡西一行可能遭遇强敌 下好凯班执行任务归来 刚手便派遣凯班去协助卡卡西班 在支援的路上 凯再次遇到了自己宿命中的敌人鬼胶 此时的鬼胶只是一个向转分身 虽然相貌能力与鬼胶本体相同 但仅拥有鬼胶三分之一的查克拉 即便如此名刺依旧觉得敌人拥有恐怖的查克拉量 凯依旧忘记了自己曾经见过鬼胶 但鬼胶的大刀交击和忍术都非常有辨识度 凯才能勉强回忆起自己似乎在哪见过敌人 鬼胶被第三弹压制 接连不断的攻击让他疲于硬对 武器大刀交击还被凯拨走 但鬼胶却并不慌张 他施展水分身并用水牢之术困住三小墙 焦机也在此时咬破凯的掌心重回鬼胶手中 凯终于拿出了他的双结棍 但仍然被鬼胶的怪力压制 在交锋中被焦机打入湖水底 鬼胶立刻施展武器胶阻止凯从水中浮上岸 此时第三弹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 凯被五条鲨鱼缠住 被困在水牢中的天天已经开始缺氧 凯意识到现在已经不能再拖延了 必须用八门盾甲速战速决 随着一声第五门渡门开凯的身上冒出了绿光 当他开启第六门时 水面开始沸腾 他的深周爆发出强大的热血蒸汽 就连湖水都被他深周的蒸汽弹开 鬼胶被这个状态的凯吓倒 宁刺趁着鬼胶愣神的功夫打破水了 将天天救了出来 不过他们三人没有再去帮助凯老师 因为他们知道没有这个必要 当凯开启第六门时 这场战斗的胜负就已没有悬念 凯闪陷到了鬼胶面前 无数发看不清的火拳仿佛孔雀开瓶般砸向鬼胶 仅是一招招孔雀 就直接将鬼胶打回了原形 凯看着这个可怜的祭品发出感慨 我果然不认识这个家伙 与卡卡戏班成功会合后 凯班负责去揭开五风结界的其他几张符 但敌方在五风结界中布置了陷阱镜面吸者之术 在凯等人揭开邪有镜的符时 此术便会自动使用 复制人与本体的实力相貌完全相同 凯与自己的复制人打得难分难解 幸好小李找到了击败自己复制人的方法 那就是只要自己在不断变强 复制人的实力就跟不上自己 凯与自己的学生都是修行狂热者 成功提升自己的实力并击败了复制人 封影夺环任务完成之后 凯班执行了大量任务 就连佩恩袭击木叶时凯班都在外执行任务 凯对此事非常拗呼 他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和大家一同守护木叶 这一战后刚手陷入昏迷状态 候选出的代理火影至村团葬被佐助杀死 最终代理火影的位置落到了卡卡西的头上 他找到了卡卡西 想和这位比了半辈子的劲敌最后再来一场比赛 卡卡西答应了凯并选了赛跑作为比赛项目 两人在跑步时都用了不少盘外招 还贡献了上人打架锅碗瓢盘的名场面 最终卡卡西获得了胜利 而凯也为自己好友感到高兴 他送给卡卡西一束花 祝贺你成为火影 成为火影之后卡卡西会更加忙碌 没有时间再与开比赛了 但不论卡卡西是什么身份 两人间的羁绊都不会受到身份的影响 可惜的是在卡卡西上任前 刚手醒了过来 卡卡西只能延后上任了 无敌的凯也有弱点 那就是晕船 第四次人界大战开启前 麦特凯 大河以及山城清夜三人陪同名人前往归岛修炼 他们的运气不算太好 刚刚启程时就遇到了狂风巨浪 船舱内晃得非常厉害 几位人都很不舒服 其中凯的状态最差 已经摊在了船板上 随时都要呕吐 仿佛刚刚开完金门 直到上岛后凯的状态才有所好转 在前往归岛的旅途中 凯的表现实在是糟糕 甚至还被一只大鸟叼走 毫无还手之力 还得靠明人和大河去救他 反倒是前期出场率较少的山城清夜最为靠谱 到达归岛后 凯又碰到了宿命中的敌人鬼胶 由于明人已经掌握了九尾的力量 能够感受到恶意 因此发现鬼胶藏在了大刀交击之中 不过因为明人还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力量 所以只能将鬼胶这个敌人留给了阿凯 此时凯正站在真实瀑布之前 看着从瀑布中走出的鬼胶 凯还以为这是自己的阴暗面 鬼胶趁积分离出了胶机 并吸收了奇拉比的查克拉 山城清夜想用秘术时针控制鬼胶 却被鬼胶吸走了查克拉 他靠着吸来的查克拉施展水胶弹之术逃跑 凯深知不能让鬼胶逃出归岛 立刻开启六门追击鬼胶 在超级投手奇拉比和空中踏板忍归的协助下 他成功追到了鬼胶 还看到了鬼胶将情报塞进了通灵兽鲨鱼口中 鬼胶借助地力使用千石胶 将携带情报的通灵兽混在千石胶中 凯能用招孔雀击杀尽可能多的鲨鱼 但效率仍然太慢 为此凯开启了第七门金门 庞大的查克拉让鬼胶震惊不已 他选择使用水盾大胶弹之术 此术十分特殊 能将敌人忍术中凝聚的查克拉尽数吸收 并且用吸收的查克拉强化自己的忍术 堪称是所有忍术的克星 在鬼胶看来 开使用的查克拉越多 那么他的大胶弹也会更强 而凯身边蒸汽化为了白虎的形状 他所施展的庶名为咒虎 以之前的招孔雀有着天壤之别 白虎随着虎啸之声与鲨鱼扭打在一起 鬼胶看着咒虎变小的时候 发现大胶弹并没有变大 他此时才意识到咒虎并非是查克拉气的 但为时已晚 他已经倒在了凯的脚下 咒虎消灭了所有鲨鱼 凯手中握着情报卷轴并告诉鬼胶 咒虎并非忍术而是体术 自己身上散发的也并非查克拉 而是蓝色的汗水蒸发后形成了蒸汽 这一战 鬼胶输得心服口服 表示了自己对凯的认可 然后肚子上就挨了凯一拳 凯将鬼胶带回归岛 先是大河用木盾做了个枷锁 接着由山城清夜探查鬼胶脑内的情报 他们看到了鬼胶是如何从中于物影村的优秀忍者 转变为小组织的杀手 就在即将看到面具男真容的时候 鬼胶居然咬破了自己的舌头 用痛感来恢复自己的意识 并施展水牢之术困住自己 通灵出鲨鱼将自己吃掉 这种真男人的举动让木叶忍者没敬佩 还表示自己会永远记住鬼胶这个敌人 由于鬼胶已死 他们只能从卷轴中获取情报 然而鬼胶早已在卷轴中设下陷阱 当卷轴打开的那一瞬间 众人都被水牢之术困住 鲨鱼咬住卷轴将情报送了出去 第四次忍戒大战开启后 他与卡卡西联手对战会图转身后的忍刀七人中 他和卡卡西一同对战 使用暴刀飞沫的无离圣八和使用长刀缝针的立线串玩 卡卡西为了保护凯 自己的眼睛被炸伤 短时间内无法看到任何东西 他们俩已经陷入绝境之中 可凯的字典中从没有放弃二字 他与卡卡西在第三次忍戒大战中的经历一直在激励着他 两位只有信任彼此 将自己的后背托付给对方 最终成功将立线创完和无离圣八封印 巧合的是 这两人都是死于麦特戴之手 如果他们得知凯是戴的儿子 不知他们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之后凯又赶到最前线 与拥有绝对防御的戴徒交手 在能够虚化的戴徒面前 凯的体数毫无用武之地 哪怕是开启死门后 才能用的叶凯都无法命中 躲在神威空间的戴徒 但凯的精湛体数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 戴徒也找不到凯的破绽 当戴徒的面具被名人打碎后 凯才知晓这个面具男 居然是自己曾经的手下败将 他也明白这是卡卡西需要面对的宿命 戴徒被击败后 复活的羽制波斑成为了新的大波 先后将名人阻住击败 此时能够伤到斑的 仅剩下精通体数的凯 随着金门开启 凯的周围扬起了剧烈的风暴 蓝色蒸汽不断膨胀 凯瞬间到斑面前时 让斑大惊失色 身为普通忍者的凯居然拥有 能够比肩自己的素领 随着凯双手合起 那招秒杀鬼胶的体数再次出现 白色蒸汽犹如老虎斑将斑完全包裹 但咒虎仅仅是击退了斑 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斑则立刻用囚盗狱进行回击 在囚盗狱即将要命中凯之际 开着六门的小李及时赶到 抢在囚盗狱命中之前救下了老师 如果没有小李 可能也就没有凯后面的高光时刻了 此时的班拥有堪比神明的实力 想要击败对方只有豁出幸运 凯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现在就是解开自我约束的时候 抱着拯救同伴守护人界的心态 凯解开了死门的穴位 全身的查克拉流向心脏 蒸发的血液聚集在凯的身中 形成了血红色的蒸汽 此时凯的速度与力量 都已达到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实力是无影的数十倍 他快速闪到了六道斑面前 随后使用了开启八门后才能施展的西向 这一拳将周围的空气化成高压掌风 强大的冲击力让斑传不上起来 凯稍稍用力就把斑压向地面 在地上留下了一个深坑 但此数的代价同样高傲 仅仅是一拳凯已经感觉到了剧痛 但凯在转瞬间就已习惯这种剧痛 他绝不允许疼痛带给自己失误 随着斑额头装饰的碎裂 斑也开始紧张起来了 他在这一招面前感受到了担忧 如果被西向连续命中四五次 自己恐怕会处于非常不利的进步 斑又一次飞向空中 凯则是踩着空气直直地冲向斑 以极快的速度发射了第一发空气炮 斑准备用球到域做成的盾牌进行防御 然而凯已经在斑没有注意的情况瞎顺移到了斑的身后 这一发空气炮让斑来不及防御 在连续的高压空气炮的攻击下 斑仿佛被空间禁锢 甚至连歪一下脑袋都极其困难 即便是趁着凯每次攻击之间的间隙 把自己裹成了一个球 同时向凯发动球到域 但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口中叼着苦无的水门 用飞雷神之术挡下了球到域 卡卡西用神威将球到域撕开一个口 在队友的协助下 凯一拳打在了斑身上 这一击中蕴含着恐怖的威力 就连球到域也被一同打碎 这一击虽然将斑打得口吐鲜血 但并未给斑造成重创 斑的防御力远超凯的预期 他没想到斑居然连自己的西向 都能够扛得住 凯大口喘着粗气 他的状态越来越差 而另一边斑虽然口吐鲜血 但状态却比凯好得多 他笑着说起了垃圾话嘲讽凯 来七五吧 取悦我吧 凯满足了斑的要求 随着一声剧烈的轰鸣声 一股血红色的气流 从凯身上爆发而出 他的身上燃起了龙纹般的线条 血红色的蒸汽此刻画龙 周围的人都能看出此树并非是西向 是比西向更加可怕的招式 斑也感知到了这部查克拉 他对此感到兴奋 笑着表示自己认可了凯 在体数方面没有人能比得过你 我宇智波斑愿称你为最强 红色巨龙冲向宇智波斑 就连空间与球道域都被这一击扭曲 凯一脚踢中了宇智波斑 这一脚踢碎了斑的肋骨 与此同时凯的腿骨也因为副作用而粉碎 青春的热血在战场上燃烧 这个名为叶凯的体数将斑的半个身体踢飞 也将整个战场移为平地 但此时的斑拥有六道之力 并没有因为失去半个身体而死 而是慢慢长出了新的身体 如果这一脚瞄准的是斑的脑袋 说不定凯能提前踢出大结局 凯的实力超出斑的预期 他击败了柱坚 却险些在凯面前翻车 为了表示对凯的敬意 斑打算亲手杀死这个男人 他向凯射出了球道域 千军一发之际 名人及时赶爆 将球道域一脚踢飞 并用杨之力点燃了凯兄中的生命之火 凯虽然没能击败般 但他为名人佐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他同样是第四次人界大战的大功臣 战争结束后的凯失去了一条头 他的骨骼碎裂 不论是名人的杨之力 还是刚手的医疗忍数都无法治 但区区残疾无法影响凯的心态 木叶后辈们的青春故事还续凯来谱写 他永远恶怪 永远青春热血 阿凯仍旧坚持每天喊着青春进行锻炼 名人结婚前 他与天天小礼思考要赠送名人什么礼物 最终选择了雅名 博人传中的凯还有了一个新身份 他成为了一名作家 写的《超越极限的超锻炼》系列 出到了第八本 从数量上看已经超越了自来眼 比齐凯在忍术方面的实力 凯的心态更加让人佩服 无论是多么大的打击 都无法摧毁凯纳科乐观的心 正是因为他有良好的心态 才能顶着别人的骂名努力修行 诠释自己的青春活力 虽然他的实力已经无法参与那些 神仙打架级别的战斗 但每当提到火影中的顶级强者时 一定有人会想到麦特凯的名字 因为凯的精神就是强者的代名词